最近几个星期来 人们大多关注的是俄罗斯 对其核武库重新拾起的信心 俄罗斯总统普京夸口说 俄罗斯有四个新的投放系统 设计目的是让美国的防御系统毫无作用 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 陆军上将科蒂斯·斯卡帕洛蒂 周四在华盛顿对议员们说 在海洋 在地面 在空中 坦率地说在每个领域 俄罗斯的军队越来越现代化 其运作水准是冷战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 斯卡帕洛蒂将军对议员们说 面对俄罗斯卷土重来的常规军力 美国别无选择 只能跟上 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等地展示了实力 考虑到他们的现代化及其步伐 以及我们所知道的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我们必须维持我们已经开始了现代化 这样我们可以继续维持 我们今天在那些领域所占据的主导地位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 我认为按照他们的步伐 他们肯定会在比如说2025年 在几乎每个领域都对我们构成挑战 斯卡帕洛蒂说 在某些领域 比如北极地区 俄罗斯的主导地位可能会来得更快 他估计俄罗斯最短可能在两到三年之内 就能控制北极的北部线路 美国之音报道 咱们观看 美国之音 SPEAK dal